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不同家庭的新移民第二代 这一天要把参加多元智慧陪丽颖的成果表现出来 一大早大家就努力排练着 家长也起个大早陪孩子练习 带着斗笠 这个小组的孩子们要怎么表现越南文化呢 在剧团大哥哥大姐姐代理下 孩子们尝试用肢体 音乐 戏剧等方式表现多元文化的特色 这样的方式对文化的认识绝对是最深刻的 比如说像我们这组是演一些泰国文化 我看到四面佛神的一些特殊的地方 青少年眼中的多元文化 就有着青春期孩子自成一套的诠释方式 问起他们为什么选美国文化作为发表主题 正确的解答是大家真的很爱吃薯条跟汉堡 团队合作 要全部人都要表演得很好 不然就要重来 要团结啊 对啊 要团结 而且就是一个出售就是全部重来 从孩子的眼中看到各国多元文化 既生动又有趣 我们也看到台湾新一代旺盛的创造力